现代人 忧郁症越来越厉害 因为我们现在人的社会压力大 忧郁症可以使人变得不相信别人 同时还怀疑自己 我们做人现在根本没有办法 对别人有信心 更害怕时刻被别人欺骗 所以也没有信心对待自己 活在一种现代人经常讲的叫 自闭状态之中 就在野门上个星期 有一个新娘子 他结婚 他的父亲居然因为忧郁症 引爆了手榴弹 当场把婚礼当中的 参加的16名妇女儿童炸死 现代人长期的受到心理的压力 自卑 恐惧 困扰 全世界有3亿4千万人患忧郁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在日本每年每10万人当中 就有21.7人自杀 每年有2万5千人自杀 在日本有一个三重县 一名30岁的著名连锁店的便当店的一个店长 他几乎每个月超时工作 110到274小时 患上严重的忧郁症 在店内上吊自杀 全世界每年有100万人自杀 因为忧郁症 所以现在人真正的疾病 并不是肉体 而是他们的心灵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困扰着我们 让我们想不通 造成家庭和社会各种矛盾 我们学习佛法 就要懂得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无偿的 因为我们今天的拥有 不代表我们永远的拥有 因为我们今天的失去 也不会代表永远的失去 所以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人间 我们不要再去 为了一些物质的房子 金钱和名利贪求 保平安就是福气 不恨不怒少烦恼 看清这个世界 想通想明白 人间的一切都是缘分 缘具缘善 一切随缘 你才能开悟 你才能走出烦恼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